苗栗县苗栗市公所为了建立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避免停车隔被久战 针对了行政区周边五个路段 原本假日免费 7月起是市办来收费 周转率大约有五成 显见了停车的需求 那么市办的政策要再延长三个月 作为全面收费的可行性参考 苗栗市路边停车假日不收费 原本是美意 但却也造成部分停车隔遭到占用 一停就是两三天 考量假日停车隔使用周转率偏低 施工所在7月份起 事办假日收费 平均每个6日的周转率都超过50% 表示的确是有人在停 而且比较不会避免说 之前可能有相信反应说 可能他礼拜五从台北回来 看老人家放在那边 一直停到礼拜天的晚上或礼拜一早上 我觉得那个停车为了周转率是不够 事办路段以苗栗县政府 与苗栗施工所行政区域 苗栗火车站周边等 五条的主要路段 上午8点到晚上7点收费 经过施工所的统计 事办以来 假日停车周转率提高 平均达到有5成 是否维持假日收费 事办政策再延长 使用者付费我觉得这个概念 大家应该都是会有 我们都是优然的国民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子太浪费金钱 我觉得那我也要 文中也要跟各位报告 这些钱都会进到市库 那市库有一定的钱 也可以做一些我们任何政策的一个推动 接下来我们后面就再办三个月 如果这三个月一直到明年过年前 如果事办良好的 我们就会学着竹南跟头粪 假日停车收费事办延长三个月 进一步评估可行性 如果未来取消免费 大约1600多个汽车路边停车格 可以增加市库的收入 运用在更多地方建设 家会市民